一開始是去教室 Flo教室的舞會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大家跳Bachata 真的是很性感很漂亮 然後就開始有想來試試看 體驗一下初級的課程 然後就一路學到現在 其實我覺得在跳的過程當中 就是你可以覺得 你可以掌握那個音樂 然後跟那個 你的舞伴的那種律動 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可以 再掌握動 第二趟 直接掌握動 一步 整往上 組成 一步 組成 舞 時初一開始 接著 每次我来,我会感到很激烦。 每个人在这里都很友善, 但我说,我永远不会能够解决它, 我永远不会觉得我能做的舞蹈。 我只会感到更多感觉, 我去更多的游戏, 更多的地方。 所以我感到更舒服在台北, 我的生活在台北, 我身体和我的性格。 我觉得就是,你多了一个社交圈, 然后你可以认识你原本生活中认识不到的人。 然后我觉得,练习跳舞啊, 可以展现自己的,可以练习自己的自信。 因为我觉得,在亚洲的教育过程当中, 我们比较少是建立我们自信心。 所以当你越来越进步, 可以完成更多的动作, 还有更多舞蹈的肢体的动作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的自信心是慢慢被累移出来。 是一个,让人很自然的可以跟人家交朋友, 然后又可以同时锻炼身体啊, 然后还有培养自己的气质。 百加塔其实是很容易融合其他舞蹈的。 就它相对于其他的style, 它很容易可以结合其他的元素。 所以如果你有很强的创造欲的话, 学习百加塔我觉得非常不错。 因为你可以很容易去移接, 其他跳舞style的元素, 然后接进来, 然后成为你独一无二的东西。 这是一个秘密的秘密。 我没有知过以前的秘密, 是因为它无关的地方,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的地方, 有一定会会有碟子或碟子, 或者碟子。 所以, 所以如果你不認識任何人 你只能去到Facebook 然後在台北Pachata 然後會有活動 你不必要跟任何人認識 你只會去 我祝你會成為朋友 跳這個社交舞 一方面認識了很多異性朋友 再來就是因為跳舞的 會讓你比較能夠開放你的心 就是比較敞開心胸 然後也可以結交很多不同領域的朋友 可以先學基本步 然後學了基本步之後 看你要跳雙人還是學Lady Styling 都很性感很漂亮 然後下班之後也有自己的一個生活圈 可以多認識不同的朋友 你想要找一些運動 然後不是那種大爆汗 因為我其實很不喜歡大爆汗 就是我喜歡優美的感覺的爆汗 不是那種風管水汗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你可以來學雙男舞 就是你可以同時兼具優雅 然後又可以學到一些 又可以運動到這樣 我覺得如果你想要拓展你的交友圈 然後你想要在你的生活當中 增加一點不一樣的火花 讓它更精彩 讓你假日不會沒事做的時候 就可以來考慮學跳舞 如果說你現在的生活 就是很無聊一層不變的話 然後你想要有一些變化 你可以就是來嘗試看看 那至於你喜不喜歡這個舞蹈 我覺得很簡單 你可以先在網路上 YouTube收SalsaPayata 就是打這個跳舞的名稱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老師 或是各種人跳的影片 然後你可以挑你比較喜歡的音樂跟舞蹈 然後再去接觸看看 可以先報名體驗課 這樣子的話 跳一兩次覺得喜歡的話 就是相信你一定可以在這邊 找到屬於比較高